我們辦公室在第一個時間點 就打了一通很重要的點維 好 那最真相啊 客觀的事實啊 我們辦公室就打了電話給王毅川這個 分享的數據公司 跟數據公司通話 問一問題 得到三個很重要的資訊 鄉婆啊 這是什麼王毅川說的一樣 為王毅川開始說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訪中的一個觀點是什麼 你們提供的到底是數據 還是個資 我真的看起來 照這個公司說的 這問就嚴重嗎 那現在更恐怖的 我都給大家看 請現在 黃部長 還有 陳主委 請 黃部長 黃次長 跟中華電信的郭文康市長 陳主委 不好意思啊 一次要四位重量級上來 因為這個事情 很嚴重的 這是老大哥正在看著你 你跟我的這個足跡都被看光光的 全民現在是很關注這個案子 所以我請四位主管 一定要非常注意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現在是數位時代啊 有人說什麼王毅川 還是說什麼那個行民附身 現在說膝蓋 膝蓋想到的 現在這個數位時代 到底 他的資料哪裡來 三大電信公司有做這個事情嗎 這個 抹殺得掉嗎 只要有做 這一定查得出來 對不對 陳主委這邊 法務部這邊 一定查得出來 這樣事情閃不掉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 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所以我從一早到現在 我聽到的都是 大家先幫三大電信公司先把背書 主委你找他來 問一下他們說沒有 這樣就 這人民相信嗎 它是個客觀的事實啊 所以法務部跟NCC NCC是主管機關啊 法務部要捍衛人民的潛力啊 人民在怕 足跡被看光光啊 你們有責任耶 是個客觀的事實 你們要不要去把它查清楚 你們才對得起人民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拜託四位喔 包括 包括部長 好不好 我們把這兩個前提先講了 好 那本席 既然是客觀的事實 我們就進去追 進去追追追 我給大家看一個 我們辦公室啊 在第一個時間點 就擋了一種很重要的點圍 你王毅川 不管你是委後人 還是他到底要講 他在他的脆上面 他說啊 他要介紹一種 用了很久的 手機信任資料分析方法 右下角 他說一間公司啊 數據公司 他說這間地人要做啊 我說為什麼委後人 好 那最真相啊 客觀的事實啊 我們辦公室就打了電話給 王毅川這個脆上面 分享的數據公司 跟數據公司 通話問他問題 得到三個很重要的資訊 來我們這位看一下 他講啊 資訊公司會得到一組 代表這個個人代號的cookie 第二 可以透過這一組 代碼去分析這個人 在這段時間的足跡 第三個投票 你說一百浪則啊 一個數據公司而已喔 他說他可以比對不同的時間活動的 不從無人事的比例 這是不是跟王毅川說的一樣 主委 市長 不定 王毅川怎麼說 他可以查得出來民進黨一一二選前置業 跟民眾黨五一九小草活動 跟五二四的清涼活動 人流主存不成 不同 他說的是不是就是跟這間數據公司說的是一樣 怎麼看 好我再給他看下一張 我的辦公室對話是這樣 因為王毅川說有這間公司會做得到嘛對不對 這個大家盡他脆 查這個公司還查得到 我的辦公室做你卡去 他說啊 我問他 要辦一個五月辦一個多年 六月要辦一個多年 那我能不能知道五月的活動 跟六月的活動裡面的人 有沒有重複 要看這間公司怎麼說 他說可以啊 因為他那個會有一個詞 這個類似 這類似就是廣告ID那個詞 其實他說可以Cookie 他說你透過這樣去做比對 你就可以 知道出席者到底有沒有重複這個事情 我的作禮繼續跟他堆 作禮問 他說這樣 你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個資的問題啊 我沒辦法理解啊 你如果是用電信的數據的話 怎麼會有Cookie這個東西 我們今天委員才到現在 會王毅川開始說 說這個事情告訴我 通常的一個觀點是什麼 你們提供的到底是數據 還是個資 目前看起來 照這個公司說的 拿到是個資喔 是不是 這問題嚴重嗎 市委 市長 一個數位公司拿得到這樣的資料嗎 這是王毅川說的公司啊 他說的做出來的東西 王毅川是一樣的啊 所以好啊 查好不好 好 部長跟主委 先等一下先去查一下 那 提這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在那 三家數據公司 不是 口擦無憑啦 不是說你說沒有提供就沒有了 我們像法務部跟NCC 要去進去查 現在民眾都檢舉了嘛 對不對 要查嘛 給人民一個安心的答案 第一的包括中華電信公司的檔署在這裡 現在匯生匯營啊 包括你們進行有什麼大數據的總監啊 這個人民到現在都沒有答案 拜託一下 你如果讓人民真的要安心 你們一定要去把它查清楚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再看後面的 現在有人說到底 違法違在哪裡 你從個資法的第二條去看 他個資法定義很清楚啊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伺北該人的這個資料 剛才那個公司說的 王毅山說的就是嘛 我想個資法第一條 對不對 再來 他違反了哪一個法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上一張 看一下上一張 個資法違反了對不對 來 下一張下來 再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查的是什麼 主委跟部長叫市長 第一個 他的資料到底是哪裡來的 大家任務他的資料有回來 如果三家電信公司都沒有做 哪有這個東西 不可能嘛 是不是 那現在更恐怖的 我都給大家看 連一個數據的公司 民間的 他都說他都拿得到 拿得到 那這要查的是兩個方向 三家電信公司包括中華電信 你們給數據公司的資料 有拿出來嗎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你講的 個資不出來 你已經去了這個四倍化 這都要查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不是只有你直接跟王毅川 或者跟民進黨 那個中間那個中介 到底是什麼 這要查清楚 第一 我們民眾黨已經 去函給中華電信了 對不對 我們就說這段時間 只要是王毅川 你說沒有嘛 還沒有收到 沒有 其實統領的是什麼 有兩種可能 有兩種可能 就是你們要去 自己客觀的事情 自己要去證實說 你沒有 中華電信沒有做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統計跟分析啦 到目前都是口称無憑嘛 這其實有 有法務部 有那個NCC 就要查 好不好 好 那剛剛有做了一個結議了嘛 就是 這段時間資料會進來 那我今天質詢很重的一個點 就是不是只有 針對三家電信公司 客觀的事實要呈現 有沒有中間 中距的這個數位公司 一定要查清楚 好不好 好最後我做個簡單的這個總結 不要容易大家的時間 來我們再看下一張 沒有一個法令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個人 唯一的那個視頻碼 那個Cooking 或是Mac IMEC這個 有沒有可能被電信業者是外洩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侵害 尤其他如果拿到之後 他做一個交叉 他就可以確認你的身份地位 你的這個個人那個身份 那我們的個資 老實講 現在我們來碰到一個很大問題 我們的個資法規範 不過這個重視啦 這問題都應該同了解 歐盟 他這個通用資金的這個保護規則 GDPR GDPR 他早就納入這個保護的範圍啊 全世界已經有50多個國家用這種 用這種規範 包括一半條韓國都有 我們為什麼沒有 所以拜託主委 你要回去進行啊 趕快修法 趕快把它補強 好不好 各自吧 各自 好得家 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是老大哥是不是真的在看到 就看著你 我拜託四位 對 要讓人民可以安心 要不然老講 這個事情啊 夫婦咧 要不要說什麼 為何人 我跟你講人民那個營運營運都是在的 這對台灣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拜託大家喔 好得家 謝謝